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世界上有一個叫做 最醜男生的比賽 我這裡我跟大家宣布 狄志偉去不會拿到冠軍 絕對不會 郭律師你去也不會 也不會得到 我覺得你去會得到最後一名 對 郭律師這麼帥 這樣我再稱讚你聽懂 烏干達有個五十幾歲的人 他叫做巴古馬 他因為得病 所以導致他的頭嚴重的畸形 從小就很自卑 然後公元兩千零二年 他去參加世界最醜陋男子 比賽 其實我講最醜陋不太好聽 叫脆醜應該可以講 然後他贏到冠軍 可是他人生開始變得不一樣 那他後來人這麼壞 但是人家娶三個母子 生八個孩子 甚至於還發片當歌手 這個人生因此就逆轉了 那故事講完之後 我們這個再來公佈他的照片 我們請志偉跟他講一下 因為這個巴古馬其實他因為這個喊病 就是叫纖維發育不全 所以他的臉就會腫一塊腫一塊 然後腫到最後是整個頭是畸形的 他說他從小是奶奶帶大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他的媽媽是不要他的 生出來以為自己生了怪物 所以就覺得我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孩子 所以就離開了他 所以他從小是沒有母愛的 是奶奶把他帶大 奶奶告訴他說 天生我才不有用啊 長得好看有什麼用 你要相信自己 要對自己有信心這樣 可是我相信他從小一定經歷過很多歧視的眼光 即便人家不是嫌他 可是就是會看他就覺得 哎呦 要嘛就是同情 你怎麼會生這種病呢 但是他自己覺得我如果再繼續因為這樣子 自願自愛或是被霸凌而想不開 那我的人生就從此完蛋 所以他覺得那既然我長得不好看 二零二年的時候 居然有一個 那是金氏世界紀錄的比賽 要選全世界最醜的男人這樣 那他就去報名了 結果他得到第一名 就是他果然不負重望 拿到第一名 那拿到第一名之後 他就成為那個整個烏干達家喻戶曉的人物 那因為雖然他長得不好看 可是他有一副好歌喉 於是他就決定說 既然我現在有知名度 我又喜歡唱歌 那我就來出唱片吧 沒想到出唱片之後呢 大受歡迎 而且那時候就變成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告訴所有烏干達的人說 不要以為你長得不好看 你就人生是黑白 你要替自己創造你的人生 於是乎呢 他就展開了順遂的人生 那你知道 長得不好看沒關係 有錢就好了 所以他就娶了第一任妻子 那生了兩個小孩 但這個老婆呢 可能本來是為了他的錢 錢拿到手之後 就覺得這個男人 我實在看他很不順眼 後來就劈腿了 就婚外勤 那他就跟他離婚了 後來呢 沒有關係 因為他還是很紅嘛 就娶了第二任的妻子 第一任妻子還跟他生兩個 對啊 生兩個小孩 也很久了 但他終究是爬牆了嘛 對不對 那第二任妻子呢 這應該蠻愛他的 因為生了六個小孩 所以他一共八個小孩 可是第二任妻子 後來也跟他離婚 但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 只知道說呢 他在就是二零二零年 就是去年的九月 公佈了他的喜訊 大家才知道說 你第二任妻子又離婚了 也就是說他 他到了去年的九月再婚 所以那時候呢 就讓烏干達很多長相 比他好看的男性 更為振奮 就是這個巴骨馬都做得到 我也可以做到 來來來 我們看一個 這是他的第三任太太 對 第三任太太 其實長得不錯 對不對 我們看看他的第二任太太 也長得不錯 你看 也長得不錯 好囉 他老公長什麼樣呢 如何才能夠得到 世界最醜的冠軍呢 他長這個樣 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男生 我覺得蠻敬佩他的是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 大家從小到大或多或少 都會遇到挫折 而且挫折其實不止一種 比如說以這個烏干達男生來講 他一開始的挫折 其實就是天生的畸形 天生的罕見疾病 然後連媽媽都覺得他太醜 不要他 這種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我覺得絕對不會只有像志偉哥 剛剛講說人家是看他可憐什麼 在一個文化未開的地方 一定是充滿著霸凌跟嘲笑 像我自己的小孩是有一點 就是因為早產然後有點發炎遲緩 那就是說他還沒跟上他的年紀 所以他同樣去班上老師發一個圖下來 要畫畫的時候 其實他畫的就跟人家不一樣 光是濁色 他濁的就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旁邊更小的年紀的小孩 會跑來笑說他畫得好醜 對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小孩子之間 你從小到大就遇到這樣的挫折 很多人就會走向沒有自信 然後就封閉 甚至會以後青少年變得偏激 因為缺乏愛 是 所以他很難得的就是說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因為他的阿嬤很愛他 所以他還知道說 他其實是說看那個比賽 不是說想要怎麼樣得名怎麼樣 他其實說因為那個比賽有得 有發獎金 那我覺得就人就很好 我雖然說外貌不怎麼樣 我是缺外貌沒錯 可是我也缺錢 你不要永遠只看一個缺點 你可以多看自己的其他缺點 然後其他的也許有機會補足 那就去衝刺 所以他真的去衝刺了 對 所以他就獲得另外一個機會 我覺得其實還蠻正想 來議士要說得很好 生緣緣緣緣緣 但是緣是不容易 對 那這個醫護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人氣場這麼強 我覺得首先他是因為 他自己是罕見疾病 所以呢 他對自己呢 其實從小到大可能是自卑的 但是因為就像剛剛講 他受到他奶奶 祖母就是無限的愛 所以其實他知道他自己是被愛的 那我覺得人被愛很重要 那剛剛講到說 他後來成為歌手 崔芬請教你 就是說一個人的聲音 是不是對另外一半也是有魅力的 我覺得有耶 特別是男生的聲音好聽 就是充滿了那種魅力的聲音 其實對女性的吸引力還蠻大 我們有一個研究 就發現說當一個人的聲音好聽的時候 對別人的吸引力 講的話只佔了百分之七 可是聲音佔了百分之三十八 那你其他的肢體語言加在一起 就講話的內容 百分之七 其他肢體語言 肢體語言加聲音的魅力 加在一起有九十三 那聲音大概佔了百分之三十八 所以聲音對一個人的魅力 還蠻有幫助的 那另外一個說我們說外貌 如果從心理的角度 他算是門檻式的條件 所謂門檻就是你只要可以踏過 那個門檻之後 外貌重要性就大幅地遞減 這就是剛剛大家說再美 也不過耳耳也是這樣 因為已經踏入那個門檻了 所以他吸引力也會大幅地下降 可是你原來的特質 可能就會大幅地上升 所以我覺得他也許他還有 除了聲音以外 我覺得他說不定還有別的特質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從心理的角度 我覺得他是一個會超越的人 我們說自卑的人走兩種路線 走三種 一種是自卑與超越 他會去把自己的弱點缺點 轉成一個優勢 那我覺得他有這個特質 他接受自己 然後把自己的醜變成優勢 然後得到冠軍 然後讓自己名利一起來 可是有些人你會發現 如果自卑還有一種 那就沒辦法做到這樣了 退縮 其實你會發現自卑感很容易 伴隨焦慮 焦慮又很容易退縮 在人群裡面 不敢往外走 覺得我這樣 如果說他小時候像剛剛黃醫師說的 有被霸凌的經驗 很多人都是射縮在家裡 不敢往外發展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部分當中 他的正向的特質還蠻大的 問你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無體不滿足 那個日本人講是 乙武陽光 他說外遇有五十個 他沒有手沒有腳 女生愛一個人 那個情緒很複雜 有時候會是因為 他對他有那種母愛的感覺 你不能沒有我 我可以照顧你 對 有被需要的感覺 那這個也會 其實也會形成一種愛情 愛情不只是看外貌 所以我說如果他今天反過來 他是男 他是女生 他的命運可能會大不同 那因為他是男性 你說乙武陽光 對 乙武陽光 或者是說像這個 這個 這個 像這個男主角 巴骨馬 就可能會不一樣 就會變得 因為像我覺得女性比較會激發 對一個人的愛 那會基於譬如說 我覺得 你那樣子 我很想照顧你 像我周遭也遇到很多人 他會很想去照顧一個人 而激發他對他的愛 也是有愛的 不是只有看他的錢 他真的是愛他 是想去照顧他 或是會覺得他好勵志 我覺得我很欽佩他 在最早我們不是還有那個 正峰席嗎 又會欽佩一個人 而愛上一個人 不一定只有愛他的錢 給他 給他 對啊 有時候我們會激發 那個激發出來的 會不太一樣的愛情 所以愛情是有不同的 心理的狀態跟類型的 不是全部一模一樣 你剛剛講說 男性的聲音也是一個魅力 你 當然這個是你 就是說你覺得哪些男生的聲音 是你覺得好聽的 像蔣勳 我就覺得他聲音是很有魅力 男生的聲音特別是帶一點低沉 其實是非常容易引發信任感的 會讓別人無形當中會降低防衛 然後會覺得你的聲音會讓我覺得 被吸引然後很想聽 其實我們有一個研究 不知道適不適合跟大家分享 可以可以可以 有一個研究說聲音低沉的男性 外遇的比例特別高 因為他特別有魅力 那像現在有很多APP APP裡面其實一開始都是聊天 而且都是透過聲音 都是透過電話 所以我很常遇到很多人就是說 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跟對方講說 我長得不怎麼好看 他說沒關係 我什麼都可以接受 可是真的看你的照片之後 就再也沒聯絡 然後再也不接你的電話 也是有的 會傷到一個人 你不是說怎樣都可以嗎 那怎麼樣 你怎麼這麼現實呢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聲音好聽 還是大大的加分 在某些時候 那如果說雙方都已經很聊得來了 那這個門檻 可能就比較下降了 可能真的有可能 像他自己嘴巴說的 沒關係 我們聊得來最重要 或是我們心靈交會最重要 也是有可能 請教黃醫師 你覺得男生的聲音重要嗎 重要耶 就是說比如說 我很喜歡看鍾翰良演戲 鍾翰良演戲 對 然後我覺得他也 在我心裡 現在已經超越玄冰 但是因為他是 他是香港人 所以他在演戲的時候 其實中文的發音 其實都有請那個配音 我就會發現 他不同劇配的音 會引發我不同的喜愛度 比如說可能我最喜歡 這齣戲的配音 就是真的是配得很有感情 所以我覺得顏值 你看三部戲 都是一樣的顏值 但是不同的聲音 會讓我進入到 不同的戀愛情緒 會 真的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研究說 不同的聲音 會引發不同的戀愛的感覺 就譬如說 譬如說像黃醫師的聲音 像有些男生還會 聽了黃醫師的聲音 無形當中聲音會跟他感染 然後會跟他呼應 那那個會更吸引他 郭德典律師的聲音也不錯 我的聲音比較 講話的時候比較低 對 對 對 他聲音不錯 對 其實他的聲音 聲音在很多專業上也很重要 像我們做心理諮商 聲音也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聲音 讓當事人聽起來不舒服 沒有信賴感 其實是很難做下去的 有這樣的男生嗎 有這樣的男生嗎 就聲音有讓人家沒有心愛感 因為聲音嗎 有時候我覺得會耶 某一些工作 它是需要有信任感的 那個聲音會有影響到 就太尖銳或者是說 太讓別人聽起來覺得 太輕跳的聲音 其實聲音也是 命理上一個像的一個 就是音像 音像 對 那像有的人 我們常常說 我們臉破相的話 假設就是有疤痕什麼的 那聲音破相 就是有的人 他聲音是會有點像說 破羅嗓子這樣沙沙的 沙啞那種 就是聲音的破相 那這種聲音呢 騷香 就是長期的騷香 有的人可能長話太久 或者是他喉嚨長繭 他聲音就是很粗糙的 就是讓你覺得 像沙子在磨的那種聲音 那這種聲音就是破相 對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是可以透過 醫學的方法去改善的 那什麼樣的聲音 算是那個像是好的 就剛剛翠芬姐講的 就是低沉柔和 不疾不虛 像鄭大哥這樣的聲音聽了 也是很舒服的 所以主持廣播的時候 其實看不到臉 可是聽聲音 就會讓人家覺得有信賴 看到臉就慘了 看到臉就開心 但是看到聽到聲音 就覺得這是非常穩重的 然後不知道鄭大哥 本人這麼活潑 你如果要聽到聲音 就是好聽 讓你覺得很沉穩 心情很平靜 晚上十二點的電臺 通常就會安排這種事 對 比較低沉